登山的越野跑賽是第76回 富士山 登山 靜走山 哇 持續這樣跑上坡 馬上就有感覺腿後側 虎二頭肌 很疲勞 真的進入零道了 第一次穿上坡 這是第一次穿上坡 Hello 大家好 我是你叫梁周瑞 我們現在人要來到了富士山前面 大家都說我來富士山跟走趙咖一樣 我現在目標是來蒐集富士山的系列賽事 現在已經參加過登山自行車賽 那現在呢是要來參加登山的越野跑賽事 所以我現在呢 能來到了就是吉田四一所 這是我們要參加的賽事呢 叫做第76回富士山登山靜走賽 那其實就是越野跑啦 那等一下會從富士吉田四一所這邊出發 沿路持續往五合木前進 總長是15公里爬升要1500公尺 那我這次參加的組別呢就是五合木組 但它其實有分兩個組別 像剛剛大家應該有看到畫面 其實已經出發了第一批夥伴 那一批的高手呢 就是山頂組的 山頂組就直接跑到最上面的那個神社 那其實總長呢 會來到21公里爬升到3000公尺 其實是非常有難度的 所以今年我們先來參加五合木組別 因為畢竟你要參加山頂組是有一個門檻的 如果你沒有達標五合木 兩個小時20分內的成績的話 你是沒辦法報名參加的 所以希望今年我們的目標 就是在2小時20分內完成我們的五合木這個組別 希望明年可以有機會來挑戰山頂組 其實我剛剛看了一個蠻有趣的現象 在現場啊 我還自作聰明想說 越野跑應該要穿個越野跑鞋吧 然後結果在現場的這些跑者啊 竟然都穿碳板鞋了 該不會是他們覺得 就是速度先決 那個抓地力就還好 我不確定啦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來參加就是富士山的越野跑 所以安全起見 我就穿了一個抓地力比較好 但沒有那麼推進效果 但等下沿途看一下 其他跑者都穿什麼樣的鞋子 好啦 那我們就帶著熱身一下 準備等9點出發 開始前我先來包裹膠吧 出發前 指定Set 能量凍加上Amino Vito Pro Amino Vito Pro 關鍵成分再進化 可提高體內脂肪轉化成能量 提高運動中能量使用的效率 口感全面大升級 抑制了原本胺基酸特有的苦味 變更為更順口的葡萄肉風味 5倍 5倍 到此最後7分鐘準備開賽 我們現在人在G區 所以排名其實就在第二個分區 算滿前面的 那聽說待會的路段有8公里 其他8公里都是在 柏蓉路最後7公里 才會進到0道 所以目標就在前8公里 盡可能多爭取一點 成績 這是怎樣 仔細看 其實我在第二個分區 應該就是已經算滿前面了 但是這邊的跑者 都沒有這麼多人穿越野跑鞋 你看 這是Rider 27 這應該是虎肘系 然後Speed 這個也不是越野跑鞋 那也都不是 其實越野跑鞋 其實因為跑鞋的比例在這場比賽好像真的算滿少的 所以我穿這個Ultra系列 不知道會不會讓太多 他們都直接穿正常的一般跑鞋 所以蠻有趣的 而且甚至我們這樣背水帶背跑 好像也算少見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在這邊的補給站 是否認同 比賽 持續到集中 30秒 30秒 通常這個時候就會開始安靜 大家在這個時候就會保持 給選手一個冷靜空間 緊張緊張 開始可以往前囉 15秒 15秒 加油 三頂鍵喔 15秒 三頂鍵 10秒 10秒 倒數啦 出發 開始啦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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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經過今天去啦 一出發 大家速度也是慢慢來 不過一開始就很快 跟路跑聲有點不一樣 但其實仔細看 還是很多跑者開始往前衝了 試著慢慢往前擠出去 從頭跟後面的跑者 跑這個人行道人比較少 應該是因為這場比賽前面有8公里都是 道路 所以大家還是穿碳板鞋 或一般路跑鞋居多 大家不要看這樣 好像 現在前進速度沒有很快 其實配速也在4分15 所以整個 集團算是 前進的也很快速 但因為當其實已經靜止一段時間 所以 前面1、2公里可能會稍微比較喘一點 就要讓肌肉稍微熱增 適應一下 這個跑者給我穿木雞跑步 確認這樣可以跑到富士山 確認這樣可以跑到富士山 木雞先生 哇 開始上坡了 我們遠方 就是富士山 從這邊出發 光吳和木總共15公里 慢慢的往富士山前進 在這邊就是隨便拍天氣好的時候 富士山就會在你正前方 你就可以在馬路這邊 拍一個網美照 DK 4分48秒 很快 明明就是有一點上坡的狀態 大家都沒有在保留的一直衝 這邊一直走 這邊一直走 就會到我們30次參加北京富士山 從廖金所往下滑回來 就會到這邊 所以我們現在算是 持續往富士山的方向爬升 哇 這個鳥居很漂亮 看不到鏡頭的往上爬 第二公里 第二K 5分30秒 大概抓這樣的配速可能比較有辦法玩賽 他們前面衝太快了 4分多太恐怕了 哇 黃河了黃河了 是平路了 剛那段持續上坡 實在有點辛苦啊 現在是2.4公里 總長15公里的賽道 爬升1500公尺 這個平路賽段應該算是 第一段之後的回血賽段 就是強度來說 現在回到大概5分半 但坡度沒有剛剛那麼陡 所以 跑起來沒有這麼辛苦 不然剛剛那個 應該有6到8% 很陡 看起來變涼了 就跑到林道裡面了 雖然說幾個林道比較涼 但是這邊 一樣是上坡 果然不是很簡單的賽事 持續都是 一路往上 叫叫叫叫 哇 第一個水站已經到了 這個時候 我有水袋杯包 就可以省去 進水袋的時間 但其實右邊也有啊 來杯 第三K 第三K 5分40左右 還可以接受 5公里 6分27 我們可以跑完 大概28分 所以現在均速有在6分數內 還剩10公里 後面的 抖身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 前面盡可能爭取目標 後面可以在 2小時20 也就是目標成績內完成 其實跑在上坡裡面 大家的跑姿都蠻辛苦的 都是 看起來前傾 可是其實腳 蠻費力的 因為連我自己也是 盡可能往前傾 可是像這樣就有點前傾過頭了 屁股也在後面 不會 比賽 還在教學啊 記得 屁股往前推 重心跟上 會稍微輕鬆一點 哇 持續這樣跑上坡 馬上就有感覺 腿後側 骨二頭肌 很疲勞 還有跟腱 兩個小腿 因為持續往前推進的動作 比平常大很多 上坡真的要適應訓練一下 大概過了6公里 大家速度就開始 有點調整 剛才開始跑那麼快的就有點方暗了 因為這邊坡度比較陡 喝個水 敲針跑姿 像這種上坡的時候 動作就更重要 有時候一直在比較疲勞的動作 持續不久 現在已經爬升300了 過了40分鐘 6.5公里 前面流水站 又準備補給 看起來 前面準備進入林道 哇 林道開始了 這個時候 40分鐘 吃第一包果膠 拿出我們的 Amino Vyto 真的進入林道了 所以富士山越野泡 正式開始 Start 忘記跟大家講 我們今天影片 只要不可以很講到關鍵字 可能就會突如其來的 就是由我們夥伴加入 所以就不能講到Amino Vyto Amino Vyto Shot 獨家胺基酸研究配方 含餅胺酸成分 可以有效地維持血糖 讓賽事後段穩定能量供給 突破撞翔期 小包裝攜帶超方便 開封後垃圾不落地的設計 順暢補給不掉數 走 以路線上來說 現在是7.4公里 是真的比賽的一半 但是以難度來講 前面應該只能算三分之一吧 後面的這7公里 會比較辛苦一點 但跑在山林裡面還是 天氣真的比較涼爽 跟剛差很多 而且這個 材質上 也蠻多便的 體感上會比較不一樣 9公里 8分整 均速都來到7分尾8分了 還剩下最後6K 目前爬升470公尺了 9公里 加油 加油 地板要非常小心 它坑坑洞洞的時候沒差穩 會扭到腳 1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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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K 8分19 66分20秒 剩下這個5公里了 目前爬升 700公尺 過了10.8公里 1小時15分 大概剩4公里左右 但我猜應該4公里都是這種路線 這種路線就比較難跑了 斗度提升很多 而且路變窄 一盒目 不要高1520 80分鐘 第二包果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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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來繼續吃 阿米納米特 你 你有吃過紅鴨鴨嗎 我們今天來到日本百年食品大廠 衛之樹株式會社 Ajimonoto Ajimonoto這個公司大家或許都有一點陌生 但對於台灣人來講 你只要看到這個 紅鴨鴨 它就是來自衛之樹這間公司所製造出來的 Amino Vito就是未知素旗下的運動補給品牌 未知素身為一個調味料專家 只有他可以把難以入口的胺基酸 口味調製的跟美食一樣好吃 在Amino Vito的所有產品當中 口感極佳 一定是最好吃的胺基酸用品 日本頂尖的運動員 也是都使用Amino Vito的產品 Amino Vito在日本的運動品店當中 也是這些運動愛好者所指定選用的第一品牌 最重要的是現在不用跑到日本 在台灣也都買得到喔 趕緊點點下方資訊欄連結 終於懂為什麼這場比賽 叫做登山進走 因為根本後面跑不起來 這太難了吧 衝得抖要怎麼跑 而且這趟來富士山比賽 這個溫度跟濕度 都比我上個月去跑寒冠馬松 熱了大概3到5度 我全身都是濕的 體能消耗是有更快的感覺 大家都開始 用走的方式 維持自己爬山的節奏往上 稍微好像一點點一小段 大家都開始消跑 13.6K已經兩個小時了 剩下20分鐘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 在2小時20分內完成 看來要稍微加一點速度了 14.5公里 2小時14 拼一下拼一下 4.5公里 跟頸抽筋 從大拇指 腳底抽到跟頸 我現在腳趾是這樣 縮起來 快到了快到了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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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finish 抵達終點 抵達五合目了 非常困難 非常困難 上比賽非常困難 抵達終點 這15公里的挑戰很困難 前面的大概8K 平均坡度我覺得都比較緩和 因為其實8K 我們只爬升了大概五六百公尺 就是其實都是緩坡 可以接受的狀態 但從8公里後 進入零到之後 平均坡度 我覺得至少是15%以上 因為我們從8K以後 到這邊 7公里爬升了1000公尺 所以代表後面 每一公里都是13-14%以上 真的很痛苦 而且進山之後 最困難的是大家都擠在一起 其實跑不動 因為太擠了 那個巷子很小 不是巷子 那個路很小 然後再加上很陡 還有那個路啊 其實不是這麼好踩 真的很有難度 究竟明年有沒有機會 會挑戰富士山登山進走的山頂組 我們來看一下成績 15.14公里 2小時 23分 23分 差3分鐘耶 失算了 我剛剛前面一直都還覺得 我前8公里 大概只跑了48分鐘 就是我覺得時間很充裕 後面每公里用10分數 12分數都還OK 結果實際跑了之後 每公里都是跑15分數 太難了 但是我覺得這條路線 蠻值得推薦大家 如果真的有機會要來報名的話 它跟你自己來 就是登山走路的感覺 非常不一樣 因為所有人同時間 都跟你一起很努力 而且過程中非常辛苦 所有人都是 而且年齡啊 很多都是阿公阿伯 很強耶 他們租都很快 但我覺得真的需要練一下 因為我到後面 抽筋的地方 都是跟腱啊 腳底都是爬坡 還有腿後側的地方 跟跑步完全不同 還是蠻值得推薦大家的 而且 每兩公里 大概就有一個水站 其實跑起來很舒服 明年 雖然沒有機會來到 山頂組的賽事 但如果有機會 我們再來重新雪池一下 一定要拿到這個 山頂組的挑戰資格 好 我們等一下我們今天的夥伴 柯柯 他應該也快到終點了 加油 加油 柯柯 加油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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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比賽後 一定要來一條 Amino Vital Go 奧運日本國家隊指定選用 它包含人體的九種必須胺基酸 強化BCAA中的白氨酸比例 恢復最有效果 完成比賽 柯柯剛很快 在我後面沒有多久就到終點了 差你一點 因為我們算是一起出發 其實那個組別沒有拉很遠 他雖然在我們前一個分區 可是一出發其實大家就都 擠在一起 一出發後面的全部超過我了 公有而上 對 因為我公路本來就很不擅長 如果以你就是爬山啊 或者是越野跑的經驗 你覺得這條路線 對你來說 就是有沒有什麼心得 可以跟大家分享 以你的角度來看 這條賽道 會推薦大家來比賽嗎 我覺得以越野賽事的話 前面公路太長了 我是以台灣的賽事啦 因為台灣賽事通常 前面一定要是公路 因為要拉開大家的距離 不可能直接進入三進 所以前面大概都是抓三公里左右 好像蠻多賽事大概都是這樣子 對然後這場賽事前面應該幾乎 八公里 八九公里都是公路 但它不是全平 它就是緩上 一直在緩上 那因為剛好這個是我的弱項 所以我就個人沒有那麼愛 你覺得呢 我個人在這一段 是算努力爭取時間 因為其實在這一段 可以很明顯看到很多人跑出去 會有點太快 然後他們就一直往後掉下來 所以到八公里的時候 我自認 我覺得跑得還不錯 就超過蠻多 我到八公里 就是還近零到之前 我那時候 記得應該是四十八分吧 就六分數左右完成前八公里 可是後面 我那時候還心裡 打著如意算盤 覺得兩小時二十分 穩啦穩啦 對 然後我如果扣掉四十八分鐘 代表我還有一個半小時左右 可以慢慢跑這個七公里 後來發現一個半小時七公里跑不完 因為爬升很多 後面就是我要分享的 這個後面的賽段 以跑步來講 我可能也沒什麼參與越野跑的經驗 是非常困難 就是我覺得從頭帶我都在走路 你覺得困難點在哪 它的陡度太陡了 再來第二個是它的路線 其實它不是說非常的 全部都是平的 因為它會 有些石頭 對它伴隨著應該是讓爬山的人來使用 所以它中間都是鋪石頭 所以你其實沒辦法在中間的路 所以大家就一直排隊在旁邊的那個小徑 你希望可以走是土的地方 所以一直在走路在排隊 我就覺得走走停停 反而好像跑得更累 乾脆用持續用走的方式 是比較有辦法快一點的 你們前面很擠嗎 前面很擠 在那三路進那一段 一進三路就是幾乎都用走 瞬間就用走了 然後用走了之後 你就發現你要超車超不了 因為路太窄了 對是真的 後來我就好吧 我就用走的方式 想說大步走 然後越來越發現時間來不及 因為每公里都是15分 14分15分 挫賽 所以我最後完賽時間 是2小時23分 差3分鐘 欸 差3分鐘 你明年就可以了 真的 唸一下明年就可以了 剛剛路邊的一個日本阿姨跟我說 這場比賽超級難報名 我們竟然可以搶到 是非常幸運的 超幸運 真的超幸運 那你後面後段 進入山林之後 算是你的強項 對 你在那邊應該超過超多人吧 超過超多 應該有100多個 100多個 這樣比賽才 我們的組別才1500人 反正我真的超過很多很多 幾乎就是一路在 刷卡大家 對 因為不是說我很厲害 只是因為我前面公路 不是我長項 所以我就保留了蠻多體力的 對 然後後面一進三進 馬上就是我的主場 對 就是其實有一些小訣竅啦 像我自己上坡的時候 我會就是這樣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 撐著走 對 就是這樣 用手幫忙分擔 對 對 有 我後面有一小段 有 很抖的時候 我幾乎 就是開始抖 我就是這樣子 快走上去這樣 我覺得這個有差 因為我自己的小訣竅 是在前面跑步 就是跑姿在上坡的時候 盡可能不要太前傾 因為很多跑一跑 前傾到已經喘到不行 然後他就 你應該聽到很多技術人這樣跑步 超多 這個是我覺得他們很敬業 就是他們對於每件事情 都可以發揮到極致 但我們就會覺得 不要這麼喘 會類似 就會比較保留一點 對啊 但我覺得還蠻推薦給大家 只是我中間真的跑到肚子很餓 你沒有吃 有 我40分鐘吃一次 但我覺得好像不太夠 就是我自己覺得 以這種賽事來講 他沒有跑步這麼激烈 就是肚子好像不會這麼激烈晃動 我覺得可以密集一點吃 因為我自己吃40分鐘 我後面就會覺得有點肚子餓 我就有縮短時間 再補這樣 對 所以還好有 Aminovito 真的 真的 沒有我們有一個 已經結束了 因為我們有講 Aminovito 我們就會進廣告 我們這支影片會有一個 好啦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來挑戰 富士山登山進走比賽的過程啦 真的是非常多 我覺得值得分享的內容 大家一定要輕聲有機會抽籤 真的沒錯也沒關係 你可以來富士山爬山 我覺得都可以體驗到一些 賽道上的一些特色 真的還蠻不錯的 推薦給大家 好啦 我是你的家長的這位 如果喜歡影片記得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 不要忘記我們這一集的大幹爹 Aminovito 趕緊點選消防資訊環節喔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掰 公認為也是一集結束的 每件事就是在 hyper紫色